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 channel,我是竹子 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目前购物游戏中 阿卡拉岛特殊调查各方面须知的一些内容以及详情吧 该次的特殊调查总共分为四个部分 稍微先来看第一部分方面 分别要求捕捉蛇之宝可梦有蛇金灵球 然后完成三次的调查认为有皮卡球 捕捉七种不同种类宝可梦有五颗凤梨莓果 第一阶段奖励方面有遭遇围堂草500训练师经验以及500星辰 第二阶段任务目标有使用四颗莓果帮助捕捉宝可梦有派拉斯特 然后捕捉两只水系宝可梦有宝母曼波 为火系宝可梦拍摄三张snapshot照片 方面则有阿罗拉形态的卡拉卡拉 阶段奖励有一个特殊招式学习器 500的训练师经验以及500的星辰 第三阶段任务目标有强化宝可梦10次有7颗莓果 然后行走两公里方面有10颗精灵球 为野生宝可梦拍摄三次snapshot照片有10颗凤梨莓果 阶段奖励有一张特级对战入场卷 然后1000训练师经验以及1000的星辰 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目标 分别有给朋友传送5次礼物的话 有10颗蓝白球 不抓15只宝可梦有7颗凤梨莓果 赢得团战方面则有阿罗拉形态的地数 阶段奖励有15颗黑黄球 8000的训练师经验以及3000的星辰 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过游戏 中阿卡拉岛特殊调查各方面须知内容以及详情 希望各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大家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最后的言论仅逅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